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小白的婚事 父母格外用心 四处张罗着给小白相亲 显赫的资产也吸引了一大批人 可当看到小白的样子后 都吓得落荒而逃 更有甚者 贵族和小强受到惊吓 跑到警局报案 声称自己看到了猪妖 然而警察并不是这一套 直接把他当成神经病给轰了出来 这件事被媒体公布了出来 小强于是心生恨意 他找来了八卦记者小矮子 准备联手搞到小白的照片 准备公布于众 小强顾了毒鬼水哥 扬装成落魄的贵族去相亲 当水哥看到小白的那一瞬间 吓了一跳 但并没有走 然而在慢慢的接触中 两人也互生好感 小白也向水哥表露心意 他希望水哥能娶她 他想要离开这个家 他想要自由 但水哥还是拒绝了 因为水哥觉得自己配不上小白 他没有拍下小白的照片 而是选择了离开 感情受挫的小白离开了家 他走进了繁华的都市 寻找属于自己的真爱 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 他结识了朋友 也找回了自信 小强得知小白离家出走后 随意画了一张张牙舞爪的珠连图 在报纸上寻赏小白的照片 小白的母亲看到后 当场吓晕 而此时的小白 已经可以直面自己的人生 他看到悬赏后 将自己的照片寄给了小矮子 照片曝光后 人们并没有觉得可怕 而是觉得小白很可爱 小白也真正的走出了 容貌给他带来的枷锁 他变得很自信 然而小强却心有不甘 竟然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依然诋毁小白 小强的老爸当场气个半死 把他狠狠地修理了一顿 并逼迫他必须向小白求婚 这样不仅可以消除之前的误会 而且还能有很大的商业价值 而小白的父母竟然也同意了这门亲事 他们认为只有小白结婚 他就可以变回正常的人了 最终小白还是穿上了婚纱 婚礼当天 听着小强违心的誓言 他逃婚了 他不听母亲的劝阻 他不想结婚 他喜欢自己现在的状态 不想改变 奇迹发生了 小白的诅咒竟然解除了 原来破除诅咒的方法 不是获得真爱之问 更重要的是 敢于面对自己的勇气 这样诅咒和枷锁 自然就会被打破 变成正常人的小白 渐渐地退出了公众事业 他开始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当小白再次遇到水阁时 这次的两人呢 都没有再错过彼此 两人相拥而问 其实 于是不断纠结哀探 自己的缺点余不足 不如真正的接纳自己 正视自己 改善自己 这样的自己 才会是最夺目的那个 爱自己 从接纳自己开始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真爱质问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